謝謝 不會緊張吧 緊張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對 OK 意思比較辛苦 好那 我們時間差不多 那 其實大家有在用除非東西 但都知道就是API的學問 那 這麼多API管理的話 就是一個學問 那 接下來的 就是 就是 Rion會帶來一場關於如何用 Hon 然後去管理 就是要管理API 那我們現在掌聲歡迎 Rion 帶來分享 喂 這樣有聲音喔 喂 大家好 我是Rion 那今天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用 這個 一套API Gateway的服務 來管理你的 這個 然後 並提升它的安全性 這樣 好 那 就是 這是一張 就是 現在微服務很常見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 你後段現在有非常多的服務嘛 那我們 前面有非常多的可能還會打過來 這個 打到後段服務 那 後段服務變多的時候其實非常難管理 那 其實有的時候就是會加上這個 反向 Reverse Policy來做這個 就是把入口 入口點統一 然後可能做一些 SSL憑證的事情這樣 那 但如果今天我想要更加 細部的控制說 當可愛 A訪問的 來做請求的時候 他其實可以 SS到Service A B C 那可愛B 來訪問的時候他只能 他可以訪問Service A 但是他不能訪問Service B 然後他 只能訪問Service C的這個 某個API 某個Function A的功能 那這個時候其實在 Reverse Policy的設定上 就會變得非常複雜 那有的 Reverse Policy可能還要透過一些 Plug-in 或是Module的方式來 來做這個設定 那甚至設定完之後 可能還要reload或重啟這樣 那 除了這種簡單的這個 呃 全線的控制之外 其實 有時候你還會希望Reverse Policy 幫你做更多的事 例如說 呃 驗證授權啦 或是這個 監控啊 或是 呃 做Catch的機制這樣 那 呃 Reverse Policy基本上 是有辦法做到 但大部分都必須透過這個 安裝 很多的Plug-in 很多的模組 然後甚至要 呃重啟 有的還要編譯Binary之類的 才有辦法做到 於是就會有這種 API Gateway的產品 呃 就是 出現喔 那它就是 呃 API Gateway呢 它可以幫你 呃 做到上述的這些事情 然後 並且把它封裝成一個 簡單的介面 就可以完成 完成你想做的事情這樣 那 呃 API Gateway會有這個 例如說 驗證授權啦 或者是對Response做一些Catch啦 或者是 甚至會做一些這個 呃 re-limiting的 的 這個 功能 對 好 那在這個CNCF的 那個 Landscape上面 有非常多的 API Gateway的 服務這樣 那 呃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 就是 新因素排名比較高的第一名的 Cone 對 那這張圖是按新因素排名的 那我說下一場好像是那個 下一場好像是第二名這個 這個應該念什麼 API 6之類的 對 對 但沒關係 我講中文 好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說 這個 怎麼用Cone來做這件事情 好 那先介紹一下Cone這個 這個API Gateway它的架構 它其實底層呢 還是大家手機的NGX 那 呃 在NGNS上加上這個 OpenResity一個 呃 算是 NGNS的這個 呃 開發的平台這樣 那 它是用Lua寫的 那 那 Cone就是在 呃 Base on OpenResity跟NGNS 然後用Lua寫的一個 呃 一個 軟體這樣 那 它背後會需要 連接一個Database 來幫它儲存所有的 呃 這個 你API上面的一些設定啊 然後 還有你 對哪個 呃 你的那個 路 路由是怎麼控 Routing是怎麼控制的這樣 那 所有的Cone的這個 功能呢 它都是 呃 設定完路由 設定完Routing之後呢 會 呃 可以 用Cone上面的這個 Plugin的方式 為每個 呃 特定的Routing做 呃 例如說像是Cache啦 或是像是 紀錄Log啦 甚至可以這個 呃 轉換這個 Request跟Response 那最後呢 其實呃 剛剛說的 API Gateway會提供一個 單獨的介面來做 控制嘛 那 它會提供一個 呃 Admin的API 來幫你 呃 非常好的去設定這個 呃 你的這個 API Gateway 那 呃 你的設定呢 只要呼叫這個API 然後 呃 控把你把設定設定上去之後 就不需要重啟 那其實 呃 這樣在管理上會 非常的方便 那甚至說可以做 更多的什麼CICD部署啦 或是 當一些Event Trigger的時候 你可以 透過API的方式去 去動態修改你的 現在的這個 呃 API Gateway的行為這樣 這樣 好 那這是一張這個 呃 控API Gateway的一個 這個 呃 算是它的 Module 它的組成的一個圖這樣 這樣 好 那其實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 透過Admin API 對 API Gateway 啊 進行 呃 底下它這些原件的管理 那呃 呃 這邊的部分是 就是 非Open Source的 那我們今天就不提 那呃 它有幾個重要的原件 重點是 Route跟Service 等一下後面會介紹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那呃 控就是 透過Admin API 把這些 這些Plugin 好 就是 呃 呃 放在這些Service上面 讓 那會在這個 呃 在你那個 請求進來的時候呢 可以做 呃 依照你設定的Plugin 做出相對應的事情 好 那 過往在 過往在做這個 呃 Service開發的時候呢 其實 呃 你的 可能會因為你需要做一些 驗證授權啊 然後 呃 要做一些紀錄啊 所以每個後端Server 都會必須做 呃 自己去開發相對應的功能 那可能在不同語言上面會有不同的實作 好 例如說 呃 Go Go做Ready Limiting的方式可能就跟Java做Ready Limiting的方式可能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雖然他們都可以達到Ready Limiting但是它在設定上就會 呃 不太一樣 然後 所以你服務變多的情況下 你的這個 會有很多種不同的可能 這樣 那你的Call Base也會變得比較複雜 那所以如果你用了API Gateway之後呢 其實 有些事情API Gateway可以幫你做到 那後端的程式其實就可以更專注在這個商業邏輯上面的開發 好 好 那 那 那 空的安裝呢 其實上目前支援蠻多的這個平台啊 就是基本的這個Linux的package 就可以直接安裝了 那 現在的這個 當然Image 呃 container的 呃 container base的也沒有問題 像是 Kubernetes跟Docker都 都 都是能夠支援的這樣 但是目前還沒有辦法支援這個Windows Server 所以用Windows Server的就 就 對 要注意一下 好 那剛剛有說到那個 控其實是 用很多的Plugin來幫你做 呃 做 做 做事情的 好 那在他的Plugin Hub裡面 有非常多的分類 好 那有這個 安全性相關的啦 有跟驗證授權相關的啊 有跟這個 Routing控制相關的啊 或者是一些 呃 分析或Monitor 監控你的API的這個 呃 請求數啊 什麼的這種 都是透過Plugin的方式來 來做設定的 那這些Plugin呢 其實 呃 在控安裝的時候就已經把它裝進去 所以你 不用再自己去 額外的就是 呃 下卡Man Install啊 或者是說要去 額外的編譯什麼東西 就是 你只要把控安裝完成 基本上這些功能 就可以直接使用 好 那 那就簡單用一個 呃 Case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就是 呃 假設現在我今天有一個 Service X Service 那他 對 就大家 已經 就是被改名了嘛 然後 他是一個這個 呃 簡單的這個 呃 算是 社交的平台 那他有三個API 三個API 來提供服務 第一個是 GET 就是可以 拿到所有的這個 呃 呃 發文 然後 Post就是 新增一篇文章 那Delete就是 刪除一篇文章 好 那我現在有一個這個 Begang Service的服務 我要把它上架到 控API Gateway 要怎麼做這樣 好 那 就是 要講一下他 控API Gateway的核心 組成的 重要的兩個元件 一個是Service 一個是Route 那 Service呢其實就是 告訴控說 你的Begang服務在哪裡 那你的Begang服務 譬如 它的 呃 Domain是什麼 它的 IP是什麼 然後它的Pore在哪裡 然後你的路徑是什麼 那 Route呢就是 從剛才一段請求進來之後 它的 呃 它的那個Routing的規則 然後以及它要 轉發到哪一個Service上 所以 呃 你把你的 後端的服務 上架到 經由 控管理之後呢 你的請求會變成 當API呼叫的時候呢 控會先去對應的 會先去依照你 請求的路徑找到 對應的這個Routing的設定 然後 把Routing的設定 看它是對應到哪一個Service 再把它轉到Service的這個 服務上面去 其實就很像我們在設定這個 NGS或是 APA 7 HTT Server這種反向 大概是 Reverse Policy的這個 設定檔一樣 只是 它現在把它做成這個 API的介面 可以 比較輕鬆的設定這樣 就不用再去改Config 好 那 可以稍微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效果是什麼 我現在有一個 欸 靠腰 欸呀 我看一下喔 如果不行就算 欸 討厭 喔 網路斷掉了 不好意思 等我一下喔 剛剛有說到就是 Con它其實都是用API的方式去做設定 所以其實 第一個是我們有一個 後端服務 後端服務的API 那 我只要呼叫的時候 它就會回我這個文章號 然後我有另外一台主機是 這個 Cone Cone的這個 主要的Server這樣 那 那Cone的 主要的endpoint有兩個 一個是負責 就是 接受請求 接受前面這個 看那端的請求 那另外一個就是 負責設定這個 呃 你的 呃 就負責做設定的endpoint 這兩個endpoint是在不同的Pol上 所以如果 就是 當然管理的Pol就不可能 Public出去嘛 所以 呃 它就把它拆成兩個Pol 那方便在防火牆上 或是在任何的地方做一些管理這樣 好 那我現在有一個Service 然後我有Cone 那我現在要把這個Cone 呃 這個Service 放到Cone上面去 那我就透過它的API 先建了一個這個Service的 剛剛那個Cone裡面的Service物件 好 那 我的參數其實就只有 欸 我的名字叫什麼 然後我是哪一個Polcode 然後我的Service的位置在哪裡 以及我要導到的路徑在哪裡這樣 好 然後 我現在就把這個 建出來的ID呢 就是複製起來 那我就要建route 那route就是 那一段在接受請求的時候 到底 呃 它要轉發到哪一個服務上面去 好 那我就一樣新增一個route 好 我給它一個名字 好 然後 它走Gate方法的時候 它走Gate方法 然後走到API 然後V1的這個路徑的時候 台腰幫我轉發到這個Service上 就剛剛轉發到剛剛建立的Service上 那 我特別在這邊啊 加了一個API版本 那原本的API是沒有版本的 所以它的路徑是 呃 可以就是 呃 在設定上的時候就可以 有辦法錯開這樣 好 那我就衝出去這個設定 好 這時候我已經設定完成了嘛 那我們可以來實際的呼叫看看 我現在打Cone的位置 然後8080 呃 就是Cone的服務 然後轉發到我剛剛設定的 API V1的這個 呃 routing上面去 好 那它就幫我成功把服務轉搭 轉發到 後 後端的那個Service上面去 那其實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這個 呃 Reverse proxy的設定嘛 好 那只是 呃過去我們可能要改NGNS的config 那現在我們可以用API的方式 直接設定 那我過程中也沒有做任何reload跟重啟這樣 這樣 好 那 我們現在就成功的上架了一個Service在 在Cone上面 好 那再來我們就可以開始對它做一些事情了嘛 那首先就是 我們可以對它做 很輕鬆的用這個Rest4API去添加 呃 添加一個這個 驗證授選的Plugin這樣 那 呃 驗證授選的Plugin很多啦 其實有 有Basic Oath 有這個JWT 甚至可以接Ldap 那 呃 我們今天就用一個最簡單的 放API Key 的方式來做 那 Cone會在 呃 這個Route上面進來之前 它會先檢查說 欸 你有沒有API Key 有API Key的話 它才會把 服務轉發到後端的 這個 呃 server上面去這樣 好 那 呃 其實就 呃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 不太特別demo了 但如果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可以來找我這樣 我準備demo了 但應該來不及這樣 所以我就 呃 用Basic Oath API的方式去 對這兩個Route 做這個 呃 放上 Key API的這個 呃 Key的Plugin的 呃 的 呃 Key的Plugin 對對對 好 那如果它沒有帶Key的話 它就會 呃有 這個錯誤的訊息 那這些錯誤的訊息 都會是 所以 你的Service 只要沒有通過驗證的話 它就不 呃 你 呃 開端請求的時候 你只要沒有通過 呃 空的驗證 它就不會把服務導到 後端的 後端的Service上去 那這樣的話 後端其實就可以減少很多這種 呃 驗證的時間這樣 好 那我今天如果要 呃 那個 我剛剛加了一把Key上面去之後 我接下來要 我 我總是要把Key發出去給我 給我的這個 呃 螞蟻端 讓它 合法的人 可以 assess我的服務 好 那這就要提到說 就是Kong它裡面有一個Consumer的概念 好 那Consumer其實就是這個 呃 可以這個 訪問API的一個實體 有點像帳號 有點像 有點像帳號的概念這樣 它就是一個 呃 空裡面在做這個 呃 認證授權的一個單位 那這個Consumer可以是一個 呃 服務 也可以是一個人 好 但是在 在 空裡面就是 就是一個Consumer 被視為一個 Consumer的單位 那這Consumer底下 就會有它的 呃 API Key啊 或是它的這個 呃 Basic Oath的一些資訊 都會被記錄在這個 這個物件上面這樣 所以我就要設定說 呃 這個Consumer現在擁有一把Key 那當然 當它帶這把Key 進來assess的時候 那個 Gateway才會放它 放它通行 那其實它的流程就是這樣 呃 我在 空上面建了一把Key之後 把這個Key給Cly段 那Cly段 拿到這把Key之後 帶來這把Key來做呼叫 那做呼叫的時候 空會先檢查 欸 這把Key在我的 欸 在我的資料庫裡面 它對應到的是哪一個Consumer 好 那如果它對應到Consumer 它就可以放它 就是 放它 就可以再把服務轉發到 後面的這個Service上 好啦 但是 這只是基本的驗證嘛 那 我今天想要做更複雜的就是說 欸 那 某些Consumer 可以 assess 某些服務 就是最前面開始講到的 A可以 Cly A可以 assess Service A B C 但Cly B只能 assess Service A 就是可以做這個 這個 assess control list的這個 這個 就是 控制這樣 好 那我一樣就是 只要在這個 API 的 route上面去加這個 plugin 那它就可以幫我去 設定說 欸 那現在誰 哪一把Key 是誰 然後 這個人有沒有 這個API的權限 好 那 我在設定這個 plugin的時候 會告訴他說 欸 那現在只有 user user user的權限 就是可以 發文 那 只有admin 才可以刪除文章 欸我這好像寫錯了 沒關係 大概是這樣 這張圖還對 好 我現在設定這個 plugin之後 就告訴他說 這個API只有 admin 跟 admin跟 user都可以存取 那delete的 plugin delete的route 只有admin 由admin 這個group的人 才可以存取 那剛剛說 consumer是這個 API 來請求的這個實體 所以 在這個group內 就可以設定說 它是 這個人現在是屬於哪一個group 那 那個請求再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檢查 這個 consumer身上的group 跟我 這個API身上 設定的group 是不是相同的group 有相同的group 它才能 把請求轉發到後面 那 就這樣簡單 兩個plugin 其實就可以做到說 控制 哪些 人 可以 assess哪些服務 這樣 好 那 前面我們做了很多 這個全線的控制嘛 那 隨著你的服務的增長 你的這個 可能在請求的時候 會 就是 當然 業績真正日上嘛 所以請求就會變多 那請求變多的情況下 大家可能都來 看文章的時候 就會一直瘋狂的呼叫API 那呼叫API的時候 每個API 如果都往後端的 server 去問一次 那就會對後端的服務 跟 database 造成不小的影響這樣 造成不小的負擔啦 那所以 控本身也提供了這個 plugin catch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把 一些這個 有點像 一些靜態的 的 的 請求呢 就先把它catch起來這樣 那 當你一樣 就是可以針對 每一個route 去做 catch的設定 那一樣 透過API的方式 你可以設定說 這支API大概要catch多久的時間這樣 那 設定上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 它就會加上catch的header 那有hint 有hint的時候 它就不會去問後端的 server 它會直接從 空的記憶體裡面 就回出去了這樣 那就可以減少後端 server 不小的負擔 那ray limiting 也是一樣的意思 我可以針對某一個route 現在設定一個ray limiting的規則 好 那ray limiting的規則 在達到的時候呢 它就會回 429 然後會有一些ray limiting 你相關的header 以及 會告訴你說 ray limiting已經達到那個次數了這樣 那就可以 by by consumer 或是byroute的去設定 你可以設定說 這個人 他現在有多少 這個人如果付了比較多錢 他ray limiting就比較高 那如果這個人付的錢比較少 你的ray limiting就比較低 那這些東西就是可以 對 這些東西就是可以 透過這個API的方式去控制的 好 那當然就是 前面講的路由控制之後 接下來就會想要說 那 這個 控也要被監控管理嘛 對不對 那 現在就是 大家都在講什麼可觀測性這樣 那其實就是 要提供這個matrix 然後log跟tracing的服務 然後最後要有視覺化的呈現 那 控在這上面呢 其實也是用這個plugin的方式來做 那 他有這個plugin 你只要 嗯 放上去之後呢 他其實就會有 很多的matrix會吐出來這樣 那 然後 然後log也是一樣 他提供這個 HTTP log啊 File log啊 或是seater log 等不同的log介面 那 其實他本身並沒有提供 呃 就是 log檢視的服務 而是他把這些log啊 matrix啊 甚至是 之後的tracing的資料 都 都用透過標準的格式輸出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用常見的就是 呃 我們常用的一些什麼 Grafana啊 或是 log stage這些東西來收log 所以他本身其實 只是把資訊都丟出來而已 那你就可以用你既有的一些監控的 呃 軟體去監控它這樣 那 那 視覺化的呈現最後就是 這些 剛剛那些軟體基本上都是大家常用的 的 的一些監控工具嘛 那 所以監控工具之後 就 輸出之後就可以 看監控工具它後面 適合什麼樣的 呈現方式 有的適合用Grafana 有的適合用Kibana 之類的 所以 都 呃 con本身就不提供這種 監控的 介面 但是他把資料都丟出來 那你可以用既有的 的 東西去收它這樣 好 那其實API Gateway還有很多功能 但今天 就沒有辦法講那麼多 它可以做Low Balancer 它可以做這個 SSL 憑證 這些基本的功能 那它還可以轉發這個 甚至轉發 GP GraphQL 或是GRPC的這個Portocall 都沒有問題 那甚至可以做到Portocall的 轉換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對不對 那 也有一些功能 例如說它可以把 request跟response 做一些 呃 修改request跟response 這些都是 可以透過 這個 con的一些Plugin來完成 好 那 這個部署的部分呢 就是 呃 con的部署基本上 有分兩種方式 一種是 傳統的模式一種是hybrid mode 那傳統的方式其實就是 con它需要接一個database 然後它 呃 所有的 呃 admin的API的服務 跟proxy的服務 都會在這個con上面 然後 呃 你的 呃 設定就會 跟con設定完之後 它會存到database裡面去 然後 這時候如果 呃 那一段有請求進來的話 那它就會 看你database裡面的 那個routing的規則 導到後端的 這個 backend的service 但這種情況下 其實 呃 它就是一個單台的一個node 那它就有可能會 因為 這個 gayway 呃 死掉的時候 就 就沒有辦法服務 那你的服務就會完全的被中斷這樣 那 那同時這個 呃 因為你暴露 你同一台主機上同時服務了這個 呃 admin API 跟這個proxy service 所以 呃 就會比較危險 如果說被攻破的話 就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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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可能整個服務都會受到影響 於是 com有提出了一個hybrid mode的方式 把它拆分成control plan跟data plan 其實就很像 呃 這個routing的規則啊 還有這個plug in 全部都存進data base裡面 那data plan呢 會 會主動的去跟control plan sync這些config這樣 好 那sync config之後 它就不需要data base 它就是放在空的這個 呃 那台主機上的記憶體裡面 或者是 呃 它會寫檔 就是做一個暫存這樣 然後它會定期的 即時的去跟它 跟control plan sync 那這個 這有什麼好處呢 當你的這個流量在進來的時候呢 其實 它 就是 只會再打到data plan上面去 然後就可以打到你的backend service 它就不會 先經過control plan看那個規則是什麼 然後再回到 backend service身上 那這種情況下其實就有辦法做 例如說 欸 你的環境如果一個是在雲端 一個在地端 或者是你是跨雲的服務的話 你只要把這個 呃 這個 呃 呃 這個 呃 呃 就不用部署這麼多台 control plan 你一個control plan就可以管好幾個環境 那你的管理的入口也 入口點也就只會有一個這樣 那如果今天control plan 掛掉了的時候 其實 data plan它雖然sync不到最新的 資訊 但是它還是 原本就有存 存 呃 存上一次的config在它的記憶體內 所以服務是不會被中斷的 那你單台node掛掉的話 其實也不會影響到旁邊其他的 這個node的環境 所以 呃 官方是比較推薦 就是文件上是比較推薦用這種hybrid mode方式來做這樣 好 那最後就講到說 如果放在kbys上的話 其實 呃 當然你可以直接就是 就是因為它提供image 就直接用一個deployment 把這個con的服務部署上去 好 然後就一樣用API的方式去存取它 那當然在kbys上面 啊 比較推薦的也是可以用english controller的方式來做 做設定 那con有提供english controller的這個him chart 可以直接安裝 好 那 em chart安裝就是直接下install之後呢 你的english class 其實就會有一個con的english class 那它也提供很多的這個crd的東西可以去做plugin的設定 那就不用再去call API 我們就可以用kubernetes的方式來管理這個API gateway這樣 好 那 左邊就是一個這個plugin的設定的 的 的 那 然後 我在 english上只要指定我要用哪一個english class 然後這個english class要套用哪一個plugin 好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 很簡單的去做到一個relimiting的控制 那也就可以用kubernetes原生的方式來做這樣 好 那 前面都一直在講它在call API 那 有沒有UI可以用呢 因為管理商畢竟有時候UI還是比較直覺的 那 其實con本身有提供UI 但只是就是它這個UI並不是open source 它官方有提供UI 但是它是免費可以使用 但它並不是open source 所以 今天我就沒有拿那個UI出來展示 那當然因為它都是API的界面 所以你其實可以 自己去開發它的UI 那 所以 外面有很多open source的 就是有很多gap上面有很多project 其實都有為這個con做一個漂亮的UI這樣 當然你甚至可以 因為自己的商業邏輯的方式來去客製做這個UI 因為它 畢竟都是resport API嘛 這樣 好 那最後就是講說 其實API Gateway呢 它 有非常多的功能 那都集成在這個API Gateway上面 那你的後端程式其實 就可以 減少滿多這個 減少滿多開發的工作這樣 那它有很韓性的這個 驗證授權的機制 那也有很好的這個分散式的架構這樣 但它也總是有一些缺點 就是你 畢竟多加了一個API Gateway這個東西 然後中間又要過很多的plug in的判斷 那勢必Latency一定會增加這樣 那所以這個Latency增加的幅度 就看你的那個在空上面設定的邏輯有多複雜這樣 好 那有可能它會有這個 如果你是單台弄的話 有可能單台這個Gateway只要一掛掉 那所有的服務都就會都失效 後段服務都打不到這樣 好 那所以在評估這個API Gateway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就是要看大家 就還有因為它會多了一個服務要maintain嘛 所以就是要看大家的這個 有多少maintain的能力可以做這件事情 就不一定 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用API Gateway解決這樣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那如果就是你等一下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歡迎到今天跟RUN討論 就謝謝大家 那我們等一下的話 就跟東後開始下一堂的選手 謝謝